现实主义题材 它不像其他的神话 科幻 动作 武侠 你可以用的工具非常多 你可以有很多夸张的表现 但是现实主义题材里面 所有的这些我都没有办法用 它更像带着脚铐去跳舞 现实主义题材它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说你讲的故事 你的表演 你的这个情绪 观众是不是能够认同 观众一旦不相信这件事情 那么你整个的故事 你整个的影片 它的情绪就垮塌了 就是当熊师少年上映的时候 全行业的这些从业者 都自发的包场 帮我们去呼吁 然后帮我们去拉票 中国动画行业 它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几乎所有的动画公司 都对其他公司的这个作品 给予特别大的这个支持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熊师少年整个故事的成长 和人物的成长 它就代表了整个 中国动画人的这个心声 就是一种坚韧不拔 熊师能够成功 那么我相信其他类型的电影 动画电影都能够成功 我们选择了一个最不容易成功 最难做的一个类型 其实就是给年轻的创作者们 一个信心 就是给大家打一个药 我希望中国的年轻的导演 年轻的创作者们 然后勇敢地去坚持自己的梦想 然后坚持自己的内心的表达